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在中國的湖北大學 有一個越南籍的留學生叫做林氏秋莊 他在課堂上介紹了自己的國家 還做了簡報 那其中一個環節讓小粉紅破綁了 南海、西沙群島、南沙群島 都是咱越南自古以來的領土 那大家都知道 中共說整個海南、台灣釣魚台 也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神神不可分割的領土 那看來這個越南留學生 現在他是懂的用魔法打敗魔法的 對吧 讓小粉紅體驗一下被吃豆腐的感覺 我們從實際層面來看 西沙群島的領土爭議方 有中共國還有我們中華民國 還有越南 但實際控制佔領的國家是中共國 南沙群島呢 那事實上南沙群島是非常多的 島、礁、沙洲、暗沙組成的 像是我國實際控制的有什麼太平島、中洲礁 那中共控制的有七個礁羽 越南實際控制的有29個沙羽礁 菲律賓控制5個島跟6個礁 馬來西亞控制6個沙羽礁 文萊控制1個礁 所以越南跟中共說的 南沙群島屬於彼此的說法 嘿 只對了一半 因為確實有部分是屬於你們實際控制權 而越南是佔裡面的多數 但不是所有 對吧 那這名留學生在講出這個言論之後 在網路上引起宣論的大波 現在學校說要給他調查 可能要給他退學 後續的操作是怎麼樣呢? 欸 目前不得而知 但這名留學生還被很多小粉紅翻出 自從2020年開始 這個人就常常在臉書上嗆中國 嗆小粉紅 說來說去 南海也是越南的領土 誰敢反對我就打誰 呵呵 第一次和中國人談論領土的問題 有個中國人說 南海是中國領土 這是錯誤的 所以我把它給封鎖了 這個疫情就是在武漢產生的 最搞笑的就是這篇報導 指出 林氏秋莊在2022年的7月12號發臉書表示 我就是拿著中國的留學生獎金 去中國讀書的 就是為了用中國的母語來告訴中國人 南海的西沙跟南沙群島 都是越南的固有領土 不是中國的 然後呢 同樣在湖北大學的有一名中國留學生 他就說 欸 還是外國留學生好 不僅能拿到月薪3000塊的獎學金 住宿免費 全免還能分到單人間大房 甚至可以養寵物 什麼時候 我們中國的學生也可以在宿舍養寵物呢 有啦 可以養了啦 大概兩年前你們不是養了紫毛跟紫狗嗎 可以啊 這是黨對你的恩賜啊 對吧 而看完這些留言啊 我相信台灣人非常有即事感 對吧 你們對林氏秋莊的反感 以及厭惡就是我們對你的那種厭惡跟看法 沒錯 我們就是這樣看你了 就如你這樣看了林氏秋莊的 那就跟你們在海外刷爆歐美的信用卡 逃回中國 在歐美讀書給中共當間諜說 未來要打倒歐美 有什麼區別嗎 而且說實在話呢 依照你們想要統一台灣的那套 自古以來的邏輯的話 越南跟兩韓才是你們最該收復的領土 越南以前還是你們的一個省一個特別行政區耶 你們還派過官員去管的耶 後來因為中原啊 五湖亂華還有各種各種的北方南方大戰 你們無力管轄他 然後呢 他就自己獨立了 南邊還有一個叫做大理國的 他也獨立了 西藏吐蕃也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那個時候你們沒有去管他們 那如果要按你們這麼來說的話 波斯現在的伊朗也可以是你們中國的領土啊 唐帝國還在那邊設那個都尉府耶 還冊封波斯王子是什麼偏右將軍還是什麼右將軍的耶 所以事實上啦 如果你要跟我論誰侵略中國領土最多的國家 不是俄羅斯也不是蒙古帝國 事實上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因為中國作為正式國家名稱是在1912年 在此之前的國家叫做大清帝國 當然大清帝國在滅亡的大概前五年八年吧 就開始有民間分子啊 革命分子 不願意再叫自己的國家是大清 叫我的國家是中國 就有點像我叫做台灣 我不是中華民國對吧 你要先有這個國家的這個概念 你再去達到讓這個概念變成國家的正式名稱 往這條路去走 那這也代表那些大清人 他們對於自己國家的認同 不再是大清了 是中國 畢竟大清是經國 是這個女真滿洲統治的漢本位的漢族的中原 是境外勢力來統治的 不然為什麼孫中山那些人 一開始要喊驅除達魯恢復中華 那這個意思就代表女真滿洲 東北不屬於中華 所以你要把它驅除恢復中華 對吧 那後來梁啟超那些人跟孫中山說 如果你要驅除女真你要驅除滿洲的話呢 我們就不能佔有東北的滿洲領土了呢 因為你說了他們不是中華 要還給他們呢 那我們領土少了東北三省呢 如果要民族建國的話 那西藏新疆各與漢族不同的民族 是不是都有權利獨立建國了 那這樣我們中國估計只稱叫河南啦 而且你還是個廣東人呢 怎麼辦呢 所以中華民族這個政治上的民族 一詞誕生了 結合了現代國族 與古代民族建國的混合概念 跟現在的中共製成了 我們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樣 是一個強迫的縫合怪 而中共在1949年以武力佔領中原大陸之後呢 偷取了中國這個國家概念的名稱 在前面加上了一個新 所以叫做什麼新中國新中國對不對 所以小粉如果你要恢復中國領土完整的話 請先打倒中國共產黨吧 而前幾天普丁到訪哈爾濱 不僅要求所有當地學校的師生 家長不准在網路上 談論普丁以及腎上 那學生的話最好是連評論 都不要去評論 因為學生可能掌握不到 紅線在哪裡 甚至如果你要稱讚的話 怎麼樣稱讚才是適當的 不會像那種反串到太過頭 把這個腎上捧到很誇張 讓大家覺得你在高級 所以下令一刀切不准油眼 而不僅如此常規操作的靠近中俄博覽會的路 全部封鎖非官方的黑頭車不尋走 還要求附近的高樓跟企業 以及公寓不准開窗不准開燈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些片段 對面這個地球大廈無辜的停業了 最可氣的是就是這個樓 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神中明底的這個斜著這個 這一面讓所有的住戶都到賓館去住 他們給包的賓館 然後公安局的人在這裡那啥 到你家裡看著 就因為這個普京 普京來了 看不看 媽的XXX 讓他媽關燈關窗簾 還XX的那個啥 還不放假 窗戶關上 把窗簾拉上 還得關燈 有沒有非常搞笑 你看這個歐美日韓啊 台灣這些國家沒有為安到這麼誇張 連民宅的人都給搬出去了 公寓的人都搬出去了 沒有到這樣吧 普丁跟聖上是多怕死去年西安的中亞峰會 是不是也這樣搞 住戶一句宴緣都沒有 甚至不搬出去的住戶呢 警察就入住你家 你跟警察 你跟警察就一起住在家裡面 然後那個警察就一直守在窗邊 你不能靠近哈 聖上出席杭州亞運會的時候 也是這樣搞的 不准開窗 不准開燈 你搞笑 這麼暗怎麼工作 還讓整棟的住戶去住飯店 房間民宅隨便國安局的人 出入闖入 這是人權嗎? 看看聖上與普丁 多怕被狙擊手給S 去年啊 聖上不是到訪舊金山嗎? 然後舊金山當地政府就架起那個鐵欄杆 為了保護聖上嘛 但是 美國沒有要求 習近平到訪路線的住戶全部搬離 中國這麼安全 為什麼還怕這種事情呢? 你們是不是不相信中國人民都是愛黨愛國 為什麼要讓中國人離開自己的家去住飯店 還關窗關單呢? 我突然想到啊 前幾天有一個粉紅嗆我 說如果中共打我們台灣啊 即便美國會幫 只要我們大陸撐個半年一年啊 美國人肯定受不了上街抗議 因為美國人忍受不了降低他們的生活品質 如果要比美國人跟中國人互相吃草一年三年的話 美國人受不了所以我們中國會贏 那王岐山也曾經對美國前財政部長說過啊 我們中國人只需要吃草就可以活三年 但你們美國人吃草的話可以活多久 意思是什麼? 我們兩邊所有國力互打 我可以過的生活品質比你更差 我可以吃草過火 你們美國人忍受不了吃草 所以你們會要求美國政府投降 現在想想 他說的好像沒有錯呢 從大饑荒 文革 封城 特色管理 社會面清零 各地爛尾樓抗議無果 沒有辦法怎麼辦? 繼續還貸款住爛尾樓啊 網路上很多這種影片 河南村鎮銀行至今三年沒解決 快三年 兩年多啊 拐賣兒童婦女還在發生 上訪被解訪的習俗啊已經二三四年之久了 白紙運動秋後 反送中秋後 國安法二十三條 中國人被中共逼的底線一退再退 難怪小粉紅有信心可以打倒台灣 但我們想想 如果我們台灣人對現在的生活 已經很不滿意了 那你還要讓這樣的一個中共來統治我們嗎? 你還要讓我們的法亂立嗎? 讓中共更容易利用我們的法條來滲透我們嗎? 不管中共從文的 包含在台灣的一些中共代理的 你不要跟我說沒有 歐美國家揪出一堆台灣會沒有 你不要笑死人啊 甚至從武的 讓我們底線變成中國人那樣 沒有資格去爭取被破壞的權益 今天5月19號在台北的社會運動 請問在中國可以出現嗎? 內政大家看法不同沒關係啦 針對外交的時候 可不可以像美國那樣一致對外啊? 尤其是中共還想從文的從武的侵略我們 而普丁到訪中國的時候 有一個湖南網友賽出了兩張照片 寫到愛好和平的中國人不歡迎戰犯 你來中國花園嗎? 我們可以發現他戴帽子 臉壓的非常低 基本上看不清楚他的臉 但是在昨天8點多 這名網友江水平被6到7名公安給帶走 幫他拍照片的人也被帶走 而江水平被帶走之前才發網 讓我們知道他叫做江水平 好的 如果他在上面寫 我要S普丁 普丁來中國的時候 我要在哪哪哪 把他給S 這個時候你就犯了恐嚇跟威脅 被調查跟抓走 再正常不過 任何國家都會這麼做 但請問一下這兩句話 哪裡犯了恐嚇跟威脅啊? 這是言論自由的表達對吧? 所以拜託小粉紅跟我說一下 為什麼我被抓 然後你們新聞也不報導這件事情 既然你們覺得抓走 危害國家 這麼嚴重的事情 為什麼 央視不報導 那就代表你們知道自己做了這個事情是違法的 所以你們也不敢報導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想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 下次見 拜